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9年年底因为经历事业感情低潮而受抑郁症困扰两年多的黄毅达 在与索尼唱片《约满后》去到了泰国经脉选择剃度出家 短期修行十次填 虽然只是短期修行 但黄毅达内心的痛苦已经达到需要借助出家来忘却烦恼的地步了 不过他出家的这一行为在很多人看来也许是一次炒作 对他当和尚的事情网友们看法不一 好在黄毅达已经走出了困境 然而现在的市场似乎更偏爱流行鲜肉们 黄毅达也很难赞上事业的巅峰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